機車執行前方滾出一顆球 下一秒小男童衝出來劍 蹲下時卻被騎士撞上 倒地不起 球還飛到對向車道 兩台機車立刻停下 下車關心男童傷勢 我不會讓他在路邊玩球 我們昨天回家的時候 他在外面 就是已經倒在地上了 小朋友受傷倒地 救護車到了 十歲男童頭部腫脹 右腳撕裂傷送醫治療 雖然沒有大礙 但家長呢去了哪裡 就是小朋友在路邊玩 自己就是要看好啊 一撞就沒了 我小孩這麼辛苦 好不容易生出來 然後讓他那麼大 他就這樣拜拜了 我就 我可憐 沒辦法繼續下去喔 意外發生在七號晚上九點 台中市西區車來車往的公益路上 檢丘南童 疑似就是旁邊面瘫的小孩 幸好沒有更大傷害 否則家長後悔莫及 同樣讓人捏把冷汗的 台中東區有公車 直接停在路邊 還壓在人行道上 司機穿著制服 就直接下車到旁邊買自助餐 離譜行為 讓民眾看傻眼 警方也將依法開罰 記者 聯媒旅園傑 台中報導 我是林佩傑 從生活消費 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 中市的日子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